大家好 前天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啊 国台办就是中央台办啊 一码事啊 一码事 这个跟他们有关系的一个单位 原来还是我的客户呢啊 这个关于这个客户的这个单位的来龙去脉啊 可能我过一段跟大家再说啊 这个孙叫刘军川啊 这个人就长这模样啊 他在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发言 说啊 说这个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 就是全部啊 用于改善民生 没说是改善大陆还是台湾 应该是改善台湾的民生啊 他这个叫 这个研讨会在湖北宜昌举行的啊 这个国台办啊 中台办国台办这个副主任孙军川 没到现场视频 应该他在北京 这个是因为这个武昌起义嘛 辛亥革命嘛 所以每年湖北可能都办这活动啊 然后台湾方面也没有什么人来啊 一个跟疫情有关系 一个是最近两岸关系越来越疏远 越来越敌对 越来越对立啊 这个大陆老是威胁用武力解决吗 根据我的判断啊 这个孙军川说 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 就是所有的钱 你都可以改善民生 什么意思呢 就台湾 你不要在外交上花钱了 你也不要在国防上花钱了 你不要养军队了 军队啊 中华民国的国军 从此不复存在了 所以呢 他的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武力统一 说白了 就是发动军事进攻 发动军事进攻 拿下台湾之后 中华民国的国军啊 独立的国防力量就不存在了 所以你挣的钱都可以用在所谓的改善民生上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我们要用武力把你拿下 拿下之后 你的军队 你的外交啊 你的那个国家级的行政的机构都不需要了 所以这句话表面上看着是一个善意啊 你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改善民生 让老百姓吃的好 喝的好 医疗的好 住的好 交通啊 社会福利啊 等等等等 实际上不是 这句话暗藏杀机 就是说 哎 你不是不跟我统一吗 和平统一 你不是不乐意吗 啊 你蔡英文不是说要保持现状吗 是吧 然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地区吗 是吧 那你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 好了啊 我们过一段你等着物为言之不欲啊 别说我提前没跟你打招呼啊 别说我没提醒你 没跟你提醒啊 我这个现在把狠话给你撂在这 所以他呢 说这话呢 就是背后有玄机啊 看起来是只羊 实际上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话狠着呢啊 是吧 这是我的分析判断啊 他的意思统一以后 统一以后 目前看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 蔡英文总统 以及台湾多数的民意 不愿意跟你统一 那怎么办 我们就玩硬的 玩狠的